而且你会发现 真的是这个自组织啊 你比如过去他们讲 就像你讲的去年 说有个男偶像 出了点什么这个事 对吧 过去呢 讲危机公关嘛 都是经纪人的事 公司的事 现在粉丝自己维护 现在就一个粉丝 他自己给自己粉的这个偶像 进行危机公关 能够达到 哗一下子就跟帖几百万 就是说他好话 对吧 当然具体细节 我闹不清的技术 就是 这个微博发什么 那个微博发什么 给他消除影响 给他申辩 给他怎么样 他要把这个影响消除 像是为了一个自己的 追求自己的信仰 而奋斗的这种 这种感觉 遇到危机了 我们遇到危机了 那怎么办 我们要把它扭转过来 那请这个偶像 小新这种非常激烈的粉丝 那水轮在周也能翻船 他会反噬的嘛 就是你经营的这个人设 你收了 这个在这个人设这项 收了多少好处 多少人他因为这个喜欢你 听你花钱 然后你有一天就是要接受 同样东西的反噬 就他一定会反噬过来 那当然 我们别忘记 这种情况的经典例子 是John Lennon被苍杀 约翰 你变了 他就是人设崩溃 他那个小胖子是怎么杀他 那小胖子是什么粉丝啊 他是那个麦田女的守望者 那小说 就觉得自己被误解 就等于是说年轻人嘛 人生失败组的人 很委屈什么什么 可是呢 他很粉 John Lennon 一直粉 那直到哪一天 他突然决定要杀他呢 就是人设崩溃 他看到一个 好像New Yorker 什么样的杂志访问他 然后居然说他 原来John Lennon 什么在美国西岸有个别墅 然后在New York 什么长岛 又有一个几百万的别墅 还有一艘游艇 然后还经常带着老婆 女朋友到处飞 他说 我一直听你的歌 你的歌词里面不是说 Please 抛开一切 放开归名 这个吗 他是说人设崩溃 然后他之后从那个小说 麦田女的守望者 抓住最重要的关键字 Fony 叫虚伪 假货 假货 然后他就拿着一本书 拿着一把仓 就去杀他了 杀完抓去法院 告他 他说我不用说什么 我所有要说的事情 就在书里面 麦田女的守望者 我要John Lennon 怎么可以是有游艇的人呢 怎么可以是有别墅的人呢 他不是教我归零吗 所以这个就是最极端的 人设崩溃的 出现的情况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 好